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起立 同学们 再见 老师 再见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这个茶班生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就是徐晓风吗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保密 那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也保密 左一个保密 又一个保密的 我看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太差 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 你管得着吗 反正就是保密 我看他有可能是没有爸妈妈的野孩子吧 你才是野孩子呢 扁他 快点 快点 看看哪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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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 我要是你们就再任性一点 这里是霹雳花空降救援图击队 在这里 你们这样是不可能谋活过关的 快点 吃船 小学医生 我还是要 我小心 注意 你们就把你 Playing 好 manufactured 快点 快点 Turn 快点 Laラ 航班 航班 大备轻速度 学长 业手 我找你们事的 没事 快 这个快找这 学长 良好久后 到 你们都是良好久 现在是训练时间 要是不想受罚 继续 快点 快快快 快走 快 019号 到 快点 报告 还能坚持吗 可以 你已经坚持了一个星期 你的表现 足以让所有的人闭嘴 现在退出 不丢人 报告 说 我来霹雳火不是为了争面子 我是想真正成为霹雳火的一员 难道你们不需要医疗专家吗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去吧 出事了 谁出事了 蓝牛 蓝牛出什么事了 他班主任打电话说 他把半个班的男生给打了 这不长期过去的 果然是虎腹无犬女啊 暴力小萝莉 我喜欢 好了 别填乱了 我过去打 你在这里盯着 是 我还没办法 还没办法 夹 呢 杨老师 真是对不起 给你的工作添麻烦了 我倒是没什么 只要你和人家家长 把事说明白就行了 是 你说得是 各位同学的家长 非常抱歉 作为蓝牛的父亲 是我没有管教好女儿 这样吧 孩子们的医疗费 我全额承担 在这里 我向你们表示 真正的道歉 对不起 这位家长的态度 确实不错 我们无话可说 可是你看看你女儿 把我们的孩子都打成什么样了 你看见小眼 你还在动 这不明显的不服气吗 这让我们以后更担心是 我们孩子以后在学校安全 谁来保证啊 就是 打了一次就有可能打第二次 我们孩子可嫁不着这么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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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们说得对 蓝牛 向人家道歉 向同学们道歉 快 我没做错什么 凭什么道歉啊 你这孩子 你都把人给打了 还说没错 是他们先起得后 说我是外来的插班生 说我是野孩子 也是他们先动的手 自己功夫补到家 平时训练欠伙后 怨谁呀 蓝牛 蓝牛 看着爸爸 你答应过爸爸 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对吗 爸爸教你格斗输我 不是让你去欺负同学们的 爸爸现在命令你 马上道歉 必须知晓 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爸爸 你的命令我执行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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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卢 各位家长 好 蓝牛 这爷良挺怪的啊 不就道个歉吗 还要执行什么任务 是啊 你说他这样教育孩子 他妈能接受吗 生气 生气 我天下 我妈哭 蓝牛 爸爸知道你今天受委屈了 但是你打人就是不对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爸爸一定要坚持原则 知道吗 爸爸 我打他们 是因为他们说我是野孩子 我不想当野孩子 可是你天天忙着心里 根本就没空管我 爸爸 我想妈妈了 妈妈到底去哪儿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哪要是能回来 我就不是野孩子了 你 他一定会回来的 爸爸 可是他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那不可能永远都执行任务吧 不管你和蓝牛的梦 爸爸 我想妈妈了 等什么时候回来呀 奶奶 夏老师 夏老师 我都快想死你了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那你先向老师一下 就知道是不是在做梦了 夏老师的脸是热乎乎的 奶奶不是在做梦 夏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呀 你是专门来看奶奶的 算你说对了一半 我呢 已经正式调到这儿来了 刚才在校长办公室 我跟蓝妞原来的班主任 正式做了工作交接 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是蓝妞的新任班主任了 你真的是我的新班主任吗 当然了 以后呢蓝妞又可以听天 跟夏老师在一起了 太好了 我也可以跟夏老师在一起了 太好了 好了好了 蓝妞 马上还要上课呢 你先去上课 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好吗 好 我去上课了 爸爸再见 我们见 老师 她要先去上课 一会儿我 再去下课 community 那些人 你要去上课 把习惯了 我成名第一次求了我爸爸 他也是第一次破例 管我的事 你爸爸 也不是什么高级领导 只是一个退休的 师范大学副校长 碰巧 这个学校的校长 是他以前的学生 我从一个一线城市的 中年小学 调到了二线城市的 郊区小学 算是发配吧 这个后门 走得也有错吗 你知道 我是为什么调到这儿 同学们 接下来 我把刚才的训练情况 给大家总结一下 刚才呢 咱们这个 第四组和第五组啊 表情都不错 但是呢 咱们其他组啊 还是存现一些问题 有个别同学呢 存在这个走步 打手 等犯规动作 所以呢 接下来大家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好 接下来大家就 自有活动 解散 秦老师 您好 您好 我是二三班 新来的班主任 我叫夏初 听说了 学校新调来的 一位美女老师啊 夏老师啊 您找我有事吗 哦 对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们班高蓝妞的家长 高盛涵 你好 你好 我是蓝妞的父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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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今天 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我想占用您几分钟时间 来解决一下 可以啊 现在正好是自游活动时间 蓝妞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人 到一个陌生的新的环境 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包括对于身边的人 也需要有一个 从陌生到互相了解的过程 其实 夏老师小时候也转过学 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那你知道 夏老师当时是怎么解决 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吗 那个时候呀 夏老师的爸爸跟我说过 其实每一个人 都像是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就会对你笑 你对他发脾气 他当然也会对你发脾气 所以呢 别人怎么对你 其实都是要看你自己的 嗯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同学们 你们都过来 南妞 现在呢 你可以看看 刚才夏老师说的对不对 同学们 真对不起 刚才我不该打你们 高兰妞同学 我们的妈妈和奶奶也教育了我们 刚才在课间的时候 我们确实做的不对 是啊 高兰妞同学 我们不该嘲笑你 也不该扔你的书 我们也向你道歉 对不起 好了 矛盾没有了 问题也解决了 夏老师有一个提议 你们呢 跟高兰妞同学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从今以后呢 你们既是好同学 也是好朋友 怎么样 好 高兰妞同学 要不我们一起去跳绳吧 我不喜欢玩那种游戏 要不我们去打篮球 啊 你会打篮球 到球场上你就知道了 啊 那太好了 其实啊 我们也都很喜欢打篮球 刚才说去跳绳 就是因为牵着你是一个女孩子 爸爸 那我们去打篮球了 去吧 嗯 确实比我有办法 夏老师 各有所长吧